而说到运动呢 这流汗的确会让身体更加的健康 但如果遇到下雨的话 这运动的地点就会受到限制 为了满足民众运动需求 新竹西南地区首座 是新竹县第二座的国民运动中心 要盖在竹东 地下一层地上四层 规划了有健身房、攀岩场 还有室内羽球和篮球馆 最快年底动工 落大一片空地 临近正立游泳池 西南地区首座全民运动馆 将要落脚在竹东镇 未来有大型市内场馆 让民众运动更便利 在新竹县运动人口 不断成长的趋势当中 阳县长非常重视 我们各项运动设施 跟场馆的一个兴建 那这一次特别去争取 中央前瞻计划2.0 全民运动馆的一个计划 预计在竹东镇 就是在我们的竹东镇里的游泳池 旁边的社专用地 面积为2169平方公尺 的地方来做新建全民运动馆 县竹县第二座国民运动中心 基地位于游泳池和台大 竹东医院旁 面积约2169平方公尺 因应越来越多运动人口需求 地方争取教育部体育署 一亿补助加上县府自筹1.497亿 要盖竹东全民运动馆 目前委托设计兼造 以评选绝标 正进行基本细部设计 明晚会在交往中心 召开地方说明会 未来盖地下一层 地上四层建物 初步除了规划有健身房 必求韵律瑜伽教室 也增设儿童游戏室和 其意义阅览室 与攀岩场地 满足各年临层运动需求 预计在3月3号 在晚上我们来召开 地方的说明会 那这一次的建筑物的 主要是地下一层楼 跟地上五层楼的建筑物 那里面呢 包含我们的综合球场 包含我们的壁球室 包含我们的运力教室 TRX的训练室 还有我们的集会中心 还有我们的儿童阅读室 等等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 让竹东镇的运动人口 能够在这个室内的场馆里面 来提升我们运动的一个效能 竹东国民运动中心 最快9月发包 年底开工 预计2024年可以完工 将提供关西北浦 峨眉 衡山 武峰等乡镇民众 更多选择和优质运动空间 感谢兵 感谢观看